我看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有濕疹 其實是不是他們對外來的 面移系統的敏感有影響? 沒錯, 香港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差不多百分之三的兒童 是有敏感的問題 可以是酵寸、鼻敏感 或者是皮膚敏感 稍後我請了兒科專家 跟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身體最誠實 說到皮膚問題 你們女士最關心, 快點過來吧 有一種紅疹不僅影響皮膚 全身各個器官和組織都有機會受到損害 所以必須盡早治療, 提升存活率 例如一個年輕女性 在鼻梁和兩個臉頰上 出了紅斑的時候 就像蝴蝶一樣 我們叫Mala rash或Buttify rash 這種情況 擔心會否是紅斑狼瘡 紅斑狼瘡可以很嚴重 包括影響關節、腎和其他器官 所以要早點發覺, 早點醫治 但我看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濕疹 其實是否對外來面系統敏感有影響 沒錯, 香港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個兒童是有敏感的問題 可以是敲寸、鼻敏感、皮膚敏感 稍後我請了疑科專家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好 四千里路, 雲和月 今集的嘉賓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大學同學 當年在天寒地動的Edmonton 加拿大阿爾巴達省 省立大學醫學院 我一起讀醫科 而過去二十多年 亦都在香港中文大學共事 他就是疑科學系教授 黃永堅醫生 黃永堅醫生, Gary 是香港中文大學疑科學系教授 還是世界頂尖醫學期刊 新英倫醫學雜誌的副主編 Gary同事兼助診症、研究和教學的工作 歡迎你來這個節目 謝謝… 我跟你一起讀醫 你當年是高才生 差不多… 沒說… 想入任何科都排鱈隊讓你進入 但為什麼選不選, 選不選小疑科 其實我一心想做內科 但是我實習那幾個月 不斷收的症 都是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我看他們進來也是這樣 出去的時候也是這樣 覺得分別不大 但如果一轉, 轉去做疑科 完全好 我記得有兩個症 一個就是糖尿病酸中毒 你知道那些DK 明白, 即DK 另一個就是細菌的腦膜炎 幾乎進來死 幾乎, 但你如果適當用對的藥 兩天之後, 蹦蹦跳, 抱著你來親 一比之下, 我覺得… 我想我還是做二科比較好 我當年也有去做藥力 有去做二科 不過我的經歷跟別人不同 是 我第一次檢查寶寶仔 一開影片, 他就請我喝茶 我的胎, 唯一一條胎 就是這樣濕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永遠檢查寶寶 你不會寶寶向著你在射程範圍 尤其是男寶寶 就是這樣 你永遠把寶寶打橫 一開射程在這邊 就不是向著你 明白… 不過, 我這麼說 我做腫瘤科的人 就說永遠不想看 因為我要面對生死 但是你做兒科也有生死情況 那是否腫難受 極之困難 很小很小, 譬如初生嬰兒 相對來說, 可能比較容易 因為他不懂得說, 不懂得說 對他的關係可能沒那麼深 但是到了七、八歲 其實他們都知道 他們的生命可能走到盡頭 然後他就跟你說 尤其是跟爸爸媽媽說 我怎麼樣 那些情景很深, 其實我很害怕 他們走, 有沒有走? 有… 對, 相信也很困難 很困難 子女有病, 最難過的就是父母 而最多人患的長期疾病 就是敏感 小朋友敏感, 隨時跟隨一生 父母不用忽視 哮喘和國敏症 在香港來說, 多流行 很上級 其實如果你看這麼多種… 我們稱為長期的病 敏感病是最多的 其實百分之三十的小朋友 最少有一個敏感症 皮膚敏感, 濕疹、鼻敏感 烤喘, 食物敏感 特別是過往那時候 食物敏感上升得很快 食物敏感, 這些食物不會敏感 你做吧 我和你大部分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因為我們小時候夠骯髒 因為時候我們慢慢再說 再說那個問題 骯髒的… 骯髒的… 這是隱藏的 黑松露味噌 試一下… 我們嘗試一下 其他還有我們的鴨腿 還有蝦的醬汁 我們慢慢再嘗試 又說回小朋友容易咳嗽 但很多時候 酵喘的病徵也是咳嗽 譬如以父母來說 怎樣知道小朋友咳嗽是哮喘 還是其他病 其實不困難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小朋友 應該經常有細菌感染 咳嗽, 流鼻水, 發燒 但哮喘很特別 很多時候沒有傷風感冒時 都會咳嗽 晚上也會咳嗽 跑兩跑也會咳嗽 特別是咳嗽得厲害的時候 會喘氣 因為氣管收窄了 有哮喘的人 他們的氣管很敏感 它圍著氣管的肌肉 很容易收窄 有一點冷的空氣 有一點乾的空氣 有一點塵 都會刺激它 然後它就會收縮 這就是所謂 轉天氣容易敲喘發作的原因 沒錯, 就算喝杯冷的東西 喝杯冷的水 所以中國人經常說 吃一些冷的東西 容易咳嗽 也是這樣的原因 原來是這樣 很多父母都非常緊張 小朋友的個人衛生 擔心他們接觸細菌 但原來越乾淨越過敏 愛他, 變成害他 病毒的緣故 小朋友經常戴口罩 不用上學就不用互相感染 會不會他們的免疫力 會比較弱? 因為大部分小朋友 六歲以下 正常情況之下 應該不停感染 常見兒童的病毒 為什麼我和你很少那些傷風感冒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感染了 有免疫 但是COVID影響得很重要 變成它很少機會接觸 沒錯, 在那幾年少了很多病痛 但是現在開始已經看到了 其實所有國家脫了口罩之類 發覺, 尤其是四、五歲的小朋友 病得很厲害 因為他那隊軍隊 根本過去幾年根本沒打過仗 什麼都沒見過 除了COVID一種病毒 就是說在街邊滾大 免疫力強一點 身體可能更好一點 可以這麼說 所以過去20年 很多研究 我們都叫做假說 叫做Higene Hypothesis 越乾淨的地方 就越多敏感病 其實在東南亞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和日本是最多敏感病的人 他的免疫系統沒有適當訓練 少許的致敏原 少許的花粉 他就製造一個很強大的軍隊 去打那顆花粉 那顆花粉不會令你生病 那他就有氣氛感 所以父母真的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乾淨也可以, 是嗎 可以的 烤喘也可以致命 治療來說, 我們西醫最主要是 Bronchol dilator 擴張器官 沒錯 或者類固醇 但很多父母都擔心長期使用 身體不好 可以這麼說 其實很適合 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聽見類固醇就很害怕副作用 說到50年前 就用口服的類固醇 口服的類固醇一進入血 就全身 變成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為甚麼 大約50年前 研究人員發覺 不如我們等類固醇 相對口服的類固醇 少許多 大約是百分之一 分量很少 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 總是不肯用吸物式的類固醇 所以他發作 因為最後他發作 我又要用口服的類固醇 但我反而要用一百倍的藥物 來治療 家長擔心他 反而還形成他不停發作 多吃類固醇 將來更加小 更加小一點